-I must stay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-你覺得我幫大家喜歡嗎? -沒有,你是奧運冠軍嗎? -你怎麼打這樣子啊? -他是奧運冠軍,我批事喔? -哈哈哈哈 奧運羽球金牌國手王麒麟 -上月底大方任愛樂天女孩陳詩媛 -相差35公分的超萌身高差 -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-兩人也不必會在網上放閃 -16日陳詩媛在社群分享一段 -介紹一位羽球小心肉的影片 -身高183,女生83 -你剛有在練嗎? -有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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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MDTI -光致了 -E還是FP? -光致了 -對,所以平常比較外向一點吧 -對,外向 -今天變內向 -有鏡頭啊 -鏡頭恐懼症 -對 -其他女生PEN太少了 -看大眼睛、大眼睛、大眼睛 -最近有約會嗎? -很久沒有了 -欸! -說出來!說出來!說出來! -平常是雙打嘛,對不對? -對,我是雙打 -跟搭檔改正好嗎? -還不錯,我覺得啦 -因為他搭檔是外界 -對 -你們平常用什麼光臨? -不亂講,就是我可能講張瑋 -他貼了 -喔! -會混眼睛 -那你可以教我先 -球 -你需要我教嗎? -我需要啊! -他還和對方一起打球 -最後陳詩源詢問對方自己打得怎麼樣 -沒想到直接被打槍 -你男友不是奧運冠軍嗎? -怎麼打這樣子 -讓他也笑呼他是奧運冠軍 -關我屁事喔 -影片發出後 -男友王麒麟在下方表示 -該幫你特訓了 -有粉絲詢問不關你是還可以關誰的事 -陳詩源則搞笑回應可能是李洋 -520 -這件事情 -這他第一次先給你了 -對 -他可以聊感情的話題嗎? -可以啊! -520 -這件事情 -喔可以啊 -我520沒有護照 -蛤? -我520在... -喔!我那個spare的上面看到是假的好不好 -對啊 -那是照片子 -剛好在520 -但是在射鼓嘛,對不對 -對啊 -不然是改的 -對啊 -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是 -就是他從來沒有出過 -出國旅遊過 -真的假的啊? -他都只有出國 -比賽 -他第一次先給你了 -對,我帶他去 -第一次 -第一次 -欸真的可以講嗎? -對 -哈哈哈可以了可以 -他臉紅欸 -你看他臉紅 -因為我覺得很酷 -就覺得蠻特別 -你很害羞 -我害羞 -我第一次講的 -你為什麼身高差件是要怎麼克服啊? -你要怎麼弄我啊 -你怎麼弄我給你心聽 -對啊 -這樣你每一會都要開婚 -在你的電幕箱 -沒關係啊 -他就要一直低頭啊 -我就是這樣子才可以讓他 -就是知道他永遠要為了我低頭 -哇~~ -哇~~ -很讚欸 -他我臉不只能發我自己 -沒有你姓 -只有合照 -他只會想說 -欸你上次跟... -你跟這張合照欸 -沒有你官宣欸 -你那個是緣分嗎 -對啊 -很少緣分欸 -他就這樣自拍的時候 -然後就這樣 -然後就這樣拍 -然後按了兩張之後 -然後就爬來我這裡 -然後我把它剝下來 -因為我以為是昆蟲 -然後因為剝下來 -還是這樣在我的外套上 -我非常的認真這樣看著他 -很久 -就知道市長嗎 -市長嗎 -對 -嚇死 -就是我看了一下 -然後很確認他的蟑螂之後 -我才開始大叫 -然後把他甩出去那個台車 -而且他就會飛了 -飛啊 -他就是飛進台的 -好來祝大家幸福快樂 -愛自己 -單身快樂 -而且愛自己最重要 -對 -或是也可以掌聲張蟲 -我希望他可以化身為張蟲 -可是我自己請他了 -好可怕 -等一下拿去這樣 -不行吧 -我覺得不行